说到杨子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吧 最近杨子在直播间的新发型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当天杨子一改之前的清新优雅打扮 罕见走起了辣妹风 她的妆容比以往名艳亮丽很多 还挑战了美拉的艳训装 网友纷纷感叹这次的造型是真的可以加鸡腿了 这个造型比以往的任何风格都要美艳 甚至有网友发出疑问 以前的杨子是得罪了造型是吗 看来杨子以后真的可以多多尝试这些新风格了 而杨子前段时间热播的长相思也收获了满满的好评 我们知道现在有杨子参演的电视剧都会成为年度爆款 虽然在长相思里有三个非常帅的男搭档 但就是再多的男主角 再帅的男明星 依然掩盖不了他作为女一号的一个光芒 虽然每次在新剧播出后会有和男演员的绯闻传出 但他真正公开过的男朋友就只有一个 对一些绯闻的传出他也是非常无奈 杨子在圈内是公认的魅力大到男女通吃的小妖精 因为他既能跟女生做闺蜜 也能和男生称兄弟 张一山和杨子好哥们的关系应该全国人民都知道吧 从拍加油儿女开始一直到现在 他们俩都是很好的朋友 关系好到让我产生了一种他们之前有爱意的错觉 当然他们的关系其实是生死朋友 但是恋人未满的 即使非常多的网友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在一起 但他们一直都是没有越界的友谊关系 之前大伙的暑期荡亲爱的 热爱的中 李线和杨子还是同校同学 在剧里疯狂撒糖 当时的童颜夫妇可谓是喂饱了大家狗粮 本以为戏外的他们也会有戏 没想到李线在之后的采访中说跟杨子在一起时 像兄弟 还给了杨子一个师傅的称号 被问到和杨子拍戏时会不会心动 李线口无遮拦地回答 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心动 不得不说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太好笑了 杨子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平实力获得粉丝的喜爱 平实力在演艺圈走得越来越稳 有粉丝还是很希望杨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归属的 之前杨子和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也是让大家客风了 而肖战也是杨子合作了这么多男演员里 唯一一个没有把他当哥儿们的 肖战对杨子的称呼迎网友热议 仅仅两个字 网友 两人有可能 每次一提到杨子 肖战总是亲切地用姊妹称呼他 这也难免让网友们浮想联片 两个人会不会有戏 其实一直以来肖战和杨子的CP吵得沸沸扬扬 在两人不少余生的花絮中 也可以看到肖战对杨子态度的特别 对杨子不仅仅没有避嫌 还是不时地各种照顾他 也难怪两人的CP粉逐渐强大 甜美可爱的杨子可是男女通杀 能在娱乐圈中被公认人员好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大家喜欢肖战杨子吗 是因为你讨厌自己的